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国中历史 军阀割据与南北分裂 民国五年六月到民国六年八月 本单元的学习重点三 护法运动与南北分裂 现在我们进行军阀割据的第三个部分 护法运动与南北分裂 一,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与临时约法 二,孙宗山号召部分议员南下广州 发起护法运动 三,南北分裂 军阀割据地方 征战不休 人民生活困苦 段祺瑞与梁启超等人不喜欢临时约法 还有由国民党控制的国会 他们批评国会不禁止守功能不张 他们认为民国因为复辟事件已经灭亡了 所以应该要召开临时参议院重新把相关的法律规定 重新再定 所以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 民国六年的11月 临时参议院召开 段派的议员就占了三分之一 剩余的是梁启超的人称为研究系 他们排斥国民党籍的议员 孙中山与滇系唐继瑶再三的要求 恢复被废止的国会和临时约法 但是都没有办法阻止段祺瑞在北京的行动 孙中山就批评段祺瑞 以判讨判 以贼养贼 号召国会议员南下就发起了护法运动 在南方令阻广州军政府 所以现在非常的重要 这个人物就是段祺瑞 他拒绝恢复临时约法跟国会造成孙中山要护法 所以我们来谈谈有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 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因为段祺瑞为人很刻板 不苟言笑 生活朴素 清廉如水 他没有什么积蓄 也没有房产 他不抽烟 不喝酒 不嫖 不赌 不贪 不赞 大家称他为六部总理 好像很不错啊 但是相反的 因为他的军人出身 和他这种军阀的个性 他刚愎自用 他迷信武力 他相信权术 相信军力 喜欢重用自己喜欢的人 他坚决的说不要恢复临时约法看国会 就造成了孙中山先生要护法 而中国要南北分裂 这个影响中国历史发展非常的深远 所以有关于历史评价 其实是历史学习的一个重要的议题 请同学们多多的去注意 段祺瑞平定了张勋的复辟 但是他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 造成了护法运动 孙中山先生通电护法 当时海军的总长叫程碧光支持 就从上海算领了永锋舰等九艘的战舰 在22号就抵达了广州 壮大了护法的声势 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 除了对付孙中山革命派以外 他也会危及到西南军阀的势力 所以滇系和贵系军阀 想要借助孙中山的声望 来对抗段祺瑞 并且扩大他自己的势力 所以西南军阀也加入了护法运动 民国六年8月25日 南下的旧国会的议员 大约有150多个人 但是并不足法定人数 所以不能召开正式的会议 所以只好召开国会的非常会议 说为了维护临时约法 所以在广州组成中华民国的军政府 9月1日 非常国会91个人投票 孙中山以84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军政府的大元帅 护法运动造成了重要的影响 那就是现在南方有了一个广州的军政府 而北方也有一个政府 所以中国要陷入维持11年的南北分裂的局面 这是广州省广州市的护法军政府当时的样子 它的影响就是 北京跟广州南北对峙分裂要11年 是由民国6年到民国17年 南北分裂11年是护法运动造成的 从民国6年开始 因为要临时约法 造成了北京政府跟南边的广州军政府南北的分裂 北方的政府是北洋军阀控制 南方的政府是孙中山和西南军阀在控制 分裂对峙了11年之久 民国初年以来 北方政府有很多的作为 可是南方似乎对北方不太满意 尤其是孙中山和革命党过去的这个阵营 所以有民国二年的二次革命 民国四年 民国五年的护国军起义 这两个是反对袁世凯 民国六年的护法 同学别忘了 是反对段祺瑞破坏临时约法 护法运动 我们一般有时候把它叫做三次革命 那还有一个叫一次革命 那是有人认为 尤其是国民党这边认为 辛亥革命是一次革命 他在推翻满清 所以一次革命 二次革命 现在护法被称为三次革命 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民国的政治很稳定 还是非常的动乱呢 同学一定搞得昏头转向吧 孙中山先生担任中华民国军政府的大元帅 但是他的护法工作非常的艰苦 他的办事地点是设立在当时的一个大元帅府 这个大元帅府是广州的一个市民土场 市民土就是水泥的翻译 当时护法运动的时候被征用变成了大元帅府 孙中山先生就在这里办公 但是他顺利吗 完全不顺利 而且是非常的艰苦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西南军阀 滇系贵系根本不是真心诚意的护法 所以不久他们就说要和北方议和 他们控制了广州的护法政府 这些叫做贵系和滇系的军人 孙中山实力有限 所以当时甚至有一个话叫做政令不出市民土场 也就是大元帅府 孙中山的命令根本没有办法传到外面去 当时贵系滇系根本完全不听他的 所以孙中山护法护得非常辛苦 同学一定很奇怪吧 孙中山先生护法其实是非常辛苦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讲讲南北分裂的影响 当时南北政府对立 导致中国政治动荡不安 而各派系的军阀 只顾自己的利益 各自为政 然后还混战不休 他们严重破坏了 中国的法治规范 还有社会的秩序 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展 使经济日益艰困 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 所以这幅漫画人民倒在地上 被南汉北两种军人踩在脚底下非常的痛苦 这就叫做南北分裂 讲到这里 希望同学了解军阀歌剧的过程 因为军阀歌剧的时间很长 所以以后还会再谈 我们现在来做一点复习 还记不记得是什么人 他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啊 然后在这个图画中 请问被踢的人是谁啊 拒绝临时约法的很简单 是段祺瑞对不对 那被踢的人是谁呢 同学请注意 这个踢人的人拉着12岁的溥仪皇帝 所以这个踢人的是张勋 那被踢的人呢 就是后来就不再做大总统的黎元宏 所以他被踢走了 增职不休的两个人是谁 然后宣誓护法的领导人是谁 这个比较简单吧 增职不休的也就是所谓的府院之争 府就是黎元宏 愿就是段祺瑞 而领导护法的就是孙中山先生 到此为止我们谈到这边 是因为后面的军阀的变化还很多 没有办法全部谈完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 谢谢各位同学 下次再会 谢谢大家